大家好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OK來玩我們的KOF All Star 這個介面是日服啦 因為這幾天一直有人在講那個日服的福利啊什麼的 有老手回歸的福利還有新手回歸的福利 那以前我有日服的帳號但是因為我硬碟整個壞掉 然後那個日服帳號其實也不見了 OK 所以我剛剛又花了一點時間把它下載下來然後來登錄 然後創了一個人物這樣子 沒有花很多時間啦稍微玩笑而已 然後如果你想要體驗一下的話 你就到QOOAPP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QOOAPP 可以下載到那個KOF All Star日服版本 你就不用透過play帳號去下載啦 因為play帳號我們是台灣的play帳號嘛 你要連到日本的play帳號你可能還要 改IP吧還是改語系 他才會去幫你連到日服的play帳號 那我都是到QOO去下載日服版本 因為我以前我在那個鐵拳的合作活動的時候我那時候有跑去日服玩 那日服現在的新手就是 新創帳號的話會先給你2萬紅寶石 這邊吧 這個魯比啊 魯比 寶石 那這邊可以魯比然後 拿這個魯比2萬 那我就確認一下有沒有 他有實驗 使用的期間是 33天嘛 他剛說33天 他有33天 所以說是到 所以是到5越多啦 我領了嗎 他判定我領了嗎 應該還沒吧 他怎麼不見了 欸 喔被我說起來是不是 領了 我領了 那他這邊顯示我是4月2號已經領了吧 已經完了 那我到5月6號前都可以使用 那應該在背包吧 我在這裡 好 那先領取 基本介面跟那個國氣服一樣啦 基本上大家如果看不懂的話就比對一下 如果你看不懂日文的話 那基本的我還是看得懂啦 這些 基本的我都看得懂 那我就有2萬了嘛 這種就是有使用期限啦 還有33天 我們待會再來玩玩看 然後 然後他還有一個就是初心者的這個Mission 這個Mission 1 Mission 2還有Mission 3 那Mission 1有9個任務嘛 這邊有 完成之後會得到這一隻 荒狂雷電這個雪乳咪 這隻97的 97版本 蠻好用的 只是我也沒有 我那個國際服我也沒有 然後Mission 2的話會給他那個特殊卡 所以說日服的那個福利是很不錯啦 給新手新玩家入坑的時候很 很不錯 那如果你想體驗的話 趁這一波來體驗一下也OK啦 那安裝遊戲的方法我剛剛一開始 開頭有講嘛 那這一篇我就不去8PO文了啦 我就直接在我的頻道發文就好了 因為這個資訊也比較慢嘛 因為不是第一天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跑去玩了 跑去玩過了 好 那還有一個是Login啦 這個 Checkin 他這邊是Checkin 就是我們的登錄嘛 簽到 這邊會給這一隻 一樣是給他那個特殊卡 還有他 97的這隻炎之克里斯 反正這幾隻我以前都演示過啊 克里斯 我自己心目中的排名 第一名是7加色 977加色 然後再來是雪乳咪 第三隻才是他 這隻克里斯 OK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每日簽到嘛 然後我們剛剛有看到 這邊的是 除了2萬紅寶石之外 這邊還有每天簽到可以拿這個 但是他說隔天才有可能喔 我今天沒有啦 今天拿不到 那這邊累積起來就是 1萬 Ruby 1萬 這些都是 初心者給我們的 我們只要是初心者就有 好 那大概是兩隻 紫卡嘛 一定拿到的 然後還有這個 2萬的Ruby 然後加上這個 每天登入的Ruby 總共是3萬 然後這種Ruby跟這種不一樣 因為這個是有 時間性的嘛 那我們要怎麼用 就來看一下吧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剛剛打開來看一下而已 然後來看一下吧 應該是復刻吧是不是 我來研究一下喔 這邊是第1彈復刻 第2彈復刻 就是你要抽這些復刻角吧 可以馬上抽有沒有 因為他這個也有期限 34天 大概就是用我們這個Ruby Ruby寶石可以用吧 這一種的 然後 這一種的 不能抽 要15等以上 我現在還不行 要Rank Rank Rank 他的日文竟然是Rank 天啊 這是什麼英文 然後這也不行 要15等以上 所以可以馬上抽 就是先抽這幾隻嘛 那我們一樣看一下機率 300抽保底 反正位置跟我們國際服都一樣嘛 都是0.3% 但是他是好幾隻嘛 所以說 有這個是 伊克尼斯 伊克尼斯 伊格尼斯 國際服是伊格尼斯 因為現在看到日文我就反應不過來 伊克尼斯 然後這是真靈 OK 看你想抽哪一隻 然後這個是 高尼斯跟那個 蘿莉承 陳可汗 也都是0.3% 但算是兩隻放在一起 看你想抽哪一隻吧 那 我想一下喔 我現在的紅寶石是2萬嗎 那如果 7天的話是3萬 3萬的話 300抽我一定可以抽得到啦 但是我2萬就不一定了 我覺得 2萬就是有點看臉 3萬就是3萬的 看你想要哪一隻 這幾隻的話 我想一下喔 如果是以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啦 強度的話是 目前我也想抽這個啦 高尼茨跟這個蘿莉承 我覺得強度比較強 在PVP上面 應該會比較強一點 我覺得 蘿莉承談不太起來嘛 然後高尼茨上來很可怕 我也想抽這兩隻 那這兩隻 大魔王跟中魔王 其實也不錯啊 那 泰瑞跟這個 吉斯 吉斯其實比較強 但泰瑞稍微弱一點 泰瑞的核心稍微弱一點 他是屬於防禦型的 要 要防禦被打到才會有霸體耶 還會有無敵是不是 我記得他 他那個 霸體還是無敵 要用防禦 防住做才會觸發 比較尷尬一點 那 我 這次就來抽這些嘛 然後他製作的部分應該有一些可以製作吧 可以去 看一下 這邊也是有一些紫卡可以做出來 這些東西 這是道具嘛 然後這邊也是有一些東西 日輔的東西啦 這是 這是 角色嗎 然後 這是道具 然後這是 必殺卡 在這邊嗎 然後這個是他送我的 券吧 選擇券是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人家送的 日輔送的選擇券 大概是怎樣 這好普通喔 這個 這個應該最普通了吧 反正那些福利要慢慢看啦 因為我只有稍微看了一下 主要就紅寶石嘛 3萬然後還有兩隻 97的紫卡 其他的還有很多細節啦 細節就需要慢慢去 真的想玩的人就會去研究嘛 我就粗略帶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 這邊有什麼秘密任務 要花錢是不是 他都會先提示你 好那我就來抽一下吧 呃 抽哪一隻比較好呢 伊格尼斯我最近抽過啦 他就 就抽這個吧 我剛說的嘛 反正就是這個賬號可以無限產生 對不對 你就沒抽到 我馬上砍掉再創一個 你也可以同時開很多個 然後他這邊有會用到這個嗎 悠昌的嗎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Loading 他的畫面跟我們平常看大的畫面不太一樣 日服的抽抽是這樣 沒有沒有就跳過 然後我就把他兩萬抽乾嘛 兩萬大概兩百抽吧 兩百抽 不是很在乎啊 馬上把賬號砍掉 再創一個 因為我也只是來好奇嘛 因為很多人都會在我的頻道下面留言說 說日服這次很佛心啊 那我就來抽一下 他抽角比較快 我剛直接skip了 因為我覺得不會中 反正就隨性馬 完全無量力 馬上過來兩百抽 有 有一個紫色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應該是紅色 應該是五星而已吧 應該不是火焰啊 我抽到一個那個 這個是 要去那個 評價或是 阿斗 阿斗就是等一下 抽到一隻零零的這個庫拉 反正我們是要那個紫色火焰 一桿雞就是很好的感覺喔 喔三張 五星的吧 我不要一直叫我去評價嘛 96馬丘雅 94這個路卡爾 還有誰 千赫 GOGOGO 怎麼每次都講一樣的話啊 這樣就沒有期待感了 來點變貨啊 喔有了齁抽到了齁 抽到了齁 無壓力情況下抽到了 看是給高尼齁還是給那個誰啊 都一層 當然你還是要去抽一下特殊卡啦 高尼齁的話有那個機甲 EP0的三氣卡 所以還好 不一定要抽 欸 應該高尼齁也是這樣說嗎 還是說 我是抽錯了嗎 為什麼抽到他 所以我抽到抽錯卡池喔 我抽到卡池抽錯卡池喔 那那那那可能就是我真的太隨性了 隨性到抽抽錯卡池就對了 我想說那個最接近神的男人 不就是那個嗎 不就是那個伊格尼斯嗎 所以我幾抽 60抽抽到伊格尼斯 那 因為是隨性玩嘛 那這邊再看一下 這邊的話 哇 一樣可以來抽這些 這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抽欸 好像也可以齁 這個也可以抽 這個 這個 卡亞的 那個 諾亞的卡池 諾亞的卡池也行 那這邊的那個特殊卡抽得到嗎 我們來看一下 沒有啊沒看到特殊卡 特殊卡在這邊抽是不是 喔特殊卡在這邊抽啦 可是這個要鑽石欸 鑽石的話就是 我們剛剛抽完之後他馬上還給你鑽石嘛 所以說你這邊就會有鑽石 然後就可以來抽他們的特殊卡 OKOK了解了解 他大概是這樣放嘛 這邊就要抽特殊卡 這邊就要抽特殊卡 然後這邊也有角色欸 角色加特殊卡 這就是我們的那個啊 我們平常在用的那個 諾亞的卡池啊 還有這個 那我來抽高尼茨這一個 反正我這邊抽完了啊 來玩一下這個卡池 反正我也不可能300抽保底嘛 因為我只有2萬喔 除非說你就是 你真的要玩的話 他要簽到一個尼茨 才可以再得到1萬 欸欸欸這又抽到了嗎 有這麼有這麼厲害啊我 這機率是不是太高啦 這壓點娜 隨便抽隨便中 你看這機率就沒寫假的 他其實搞不好把機率調高了 他有蘿莉承 啊厲害了吧 神了吧 想抽什麼來什麼啊 OK又抽到了一張紫卡蘿莉承 非常棒 10抽就抽到了 好好好 每個卡池都抽回家 讓我來抽這個 泰瑞跟基斯 1隻 點一下 沒有 隨心所欲留啊 那大家想玩抽抽的話就安裝一下就可以了 日服的 版本 當然你的網路速度什麼都還是要夠啦 手機容量要夠啦 啊沒有 沒有火焰 不太一樣 又是這一隻 酷拉 酷拉 2000年的酷拉 什麼東西會出來呢 會出什麼呢 什麼都沒有啊 我被你騙了 好啦我的運氣已經用完了 已經用掉一萬九千紅寶石了 我來按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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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跳過 如果你真的想玩我還是會建議用保底啊 找一個池子來抽然後抽到保底還可以再抽 至少保底兩張比較安全一點 比較穩一點啊 鎖定住你想要的那一隻 就是緊張啊 心臟一直跳 他那個完全都是騙人 隨機講 好大概在 9870了再抽80 再80抽吧 好沒有 這個比抽那個 Q的還沒有感覺 超客的我還會希望他趕快出一下 這個我就還好 有或沒有就無所謂 反正就趁這一波活動 來玩一下 免得 以後人家在討論的時候 我說我都不知道 都沒參加 我是抱著這種心態來玩的啦 快了快了 其實兩隻個0.3%等於說0.6%啊 那機率真的比較高一點 但是我剛剛已經抽掉兩隻了啊 跳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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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待會還可以來抽一下鑽石 我覺得這一波搞不好一堆一堆人都跑來玩 有沒有可能 就玩國際服的人不管是哪個國家的人嘛 然後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兩張欸 是不是 是不是 好啦我我我我我太強了 我太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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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那個機師吧 C'mon 機師 C'mon 機師霍華德 然後 惡狼 泰瑞 泰瑞 泰瑞伯格 那那那那我就抽到獅子啦 我是把我的運氣隊用光啦 會不會 呵呵 好 確認 然後剩多少 不知道 啊 剩一千那沒啦 我把它抽掉好了 我就抽這個池子好了 抽個那個 那個誰啊 高尼池看看 好沒有 他要旁邊有一點火怨 這是那個黑皮滴啊 好沒了沒了沒了 六六 這樣加起來是 八八百多嗎 有沒有 那我把鑽石收一收 喔 然後這邊有一個券 這券要幹嘛的啊 喔他給我們那個 給我們那個 選擇券吧 特殊卡選擇券就對了 那我就領起來了 那我就領起來 已經領了嘛 這裡 所以你可以選一張 選一張來用 看你想要用哪一張 這個選擇券應該是那個 保底送的吧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吧 這是保底券 他是多少會給特殊卡 來看一下 所以一開始我以為沒有那個特殊卡 其實特殊卡在這邊啊 喔 一百兩百的話 會給這個特殊卡 的選擇券 然後三百抽是給這個 角色的保底券 沒錯 那了解了解 所以說你就選擇一個 辭職來抽嘛 不要像我這樣東抽西抽 到處亂抽 那我就抽到四隻角色 兩萬抽到四隻角色 很強啊 自己都覺得很強 然後 這個鑽石就 只能轉一轉 好吧 只能一轉 反正我就是 測試 測試性質嘛 是水溫嘛 給他抽下去吧 那時間也二十幾分鐘了啦 不知道抽到什麼 反正應該不是好東西 果然不是好東西 時間上也二十幾分鐘啦 時間上也二十幾分鐘啦 那就 給大家參考一下齁 就 兩萬加一萬嘛 然後兩張 兩張紫卡 97學武咪和那個克里斯 然後這邊會有一些復刻的角色 然後一百抽兩百抽都會有保底 那個特殊卡選擇券 也就是說如果你運氣在 你 弄到三百抽的話 也沒關係啊 你還是可以把兩隻給抽出完 幾乎都可以吧 然後再兩個 兩個那個 特殊卡的那個選擇券這樣子 那就很完整就有兩隻 就是開局就是四隻 至少四隻之 紫卡角 就是克里斯 然後學魯咪還有這兩 看你要復刻哪一個啦 好這樣加起來總共四隻 那我因為亂抽嘛 所以我就抽到 抽到四隻加 送的兩隻 總共抽到六隻 我開局就六隻 只是特殊卡這個我就沒有啦 我這個就是變成說我 累積一個禮拜一萬之後我再來補一下 就可以再來補一下 看你要補哪一個特殊卡 的那個選擇券 好的那提供給大家參考啦 就是這次日服的活動 大家都說很佛心 那我就來看一下 那給一些玩國際服的人沒看過的人 也知道一下 看過這個影片就知道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好的那就我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KF再見 大家拜拜 我來看見 我來看見 我的天啊 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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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 我來看見